外送員和民眾警察三方 站在路邊對峙 原來是外送員把破千元的餐點 送達號卻收到民眾 向客服反映沒收到餐 為了釐清真相 也不想姑息外送員 決定報警處理 事發在台中大禮 二十三號下五點多 外送員把東西送達號 拍照留證 沒想到卻收到客服回覆 訂單被取消 欺詐報警控訴被惡意 棄單 結果警方逗場 顧客趕緊說收到東西了 當事人把這件事 PO上網 稱惡意片餐 並分享自己的做法 不少人回應 這次踢到鐵板了吧 卻引來知情者留言澄清 鄰居表示 當事人說是系統問題 因為訂購一直卡在配送中 無法更薪 所以當下就按取消 本來吃血是沒有要拍照 現在是規定 全部都要拍照 就是故意棄單這樣子 然後就是 可能可能就可能 可以免費拿東西吃或之類的吧 我會猜 就是在那個客戶 他也沒有收到訂單 結果視窗就先跳出來 詢問那個客戶的服務滿意度 以及是否收到商品 按一下取消訂單之後 大概過了兩分鐘 那外送員就將那個商品送到了 警方到產後 顧客也改口說 已經有收到餐點 才讓糾紛平息外送員報警處理 引起同行一片贊身 但也不排除是外送平台使用時系統出現問題 三雄 曹世章 謝雲 真台中 採訪報道 3件 doin B3 1件 4人